提到王宝强 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他这些年也塑造了很多非常经典的角色 深受广大影迷粉丝的喜爱与追捧 一直以来王宝强就是一个草根大明星 小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 在20岁时王宝强来到北京独自闯天下 于是他也走进了少林寺 在这里学习了武术 之后开始了跑龙套 在各个剧组五星座群众演员 直到2003年 王宝强被导演李扬挑中 主演独立电影《王景》 这部影片也正是王宝强演艺生涯的开端 在此之后他出演的电影更是受到了诸多的好评 还因此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戏人奖以及法国 泰国电影最佳男主角奖 他出身没有背景也没有长相 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跟执着 以及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不仅观众们非常的喜欢他 而且也有许多的导演也很青睐他 都愿意跟他合作 在大家眼中他浑身上下透露着农村人的淳朴 对待他人也非常的真诚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 如今看来 王宝强除了实力之外 运气也是一个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如今的王宝强依然在拍戏 并且出演的影视作品 还是一些很火的作品 而他也是现在的一线明星 可以说是事业方面达到了让许多人都非常羡慕的阶段 虽然王宝强在演艺界有着一定的地位 但是他婚后的生活却过得并不幸福 而且还被自己最亲近的老婆给骗了 马荣在婚内出轨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 还秘密地转移王宝强辛苦赚的血汗钱 马荣太贪心 既想要王宝强的钱又想要宋哲的爱 好好的家庭不珍惜 最终悔不当初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儿子归王宝强 女儿归马荣抚养 二人离婚之后 既有媒体传出宋哲在狱中反口了 质责马荣才是最大的幕后操纵者 而且还说马荣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 她和王宝强的孩子都可能有问题 当时宋哲在狱中的这番话 也是引起了王宝强的疑心 据悉王宝强也是心存疑虑地 带着两个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不过还好两个孩子都是自己的 这才让王宝强松了一口气 而随着王宝强的儿子王子豪的最新照片被曝光 就有不少网友直呼 实在是太像了 这名眼人都能看得出到底是谁亲儿子 长大后的王子豪跟王宝强 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五官越来越像王宝强 神情跟王宝强也几乎是神同步 如今的王子豪跟爸爸王宝强一样很喜欢学武术 而且对人对视也都十分有理有据 这样的好性子都是王宝强细心教导出来的 不得不说 王宝强在对待孩子这方面也是相当用心良苦了 现如今的马蓉仿佛已经彻底从与王宝强的婚姻中抽身 他开始做心灵鸡汤类的视频 步入自己的网红事业 而如今的王宝强 演绎事业依旧顺风顺水 他出演的电影一直有着不错的票房 在离婚这件事发生之后都觉得王宝强非常的可怜 好在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他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最后也希望王宝强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